激進的伊斯蘭教徒曾經創造出聖戰士對全球發動恐怖攻擊 美國的911 英國的地鐵爆炸 法國的大型購物商場爆炸 當時他們的口號就是 Mark Bar America Death to America 他們要征服美國 摧毀美國 現在他們成功了 美國的所謂大都市現在變成了一個穆斯林的城市 伊斯蘭教是一個宗教 有著非常分明的階級制度 而且有著神權治國 依照左派他們的理論 伊斯蘭教應該是非常鮮明的右派才對 那為什麼左派這麼包容伊斯蘭教 為什麼伊斯蘭教會被LGBTQ包容 為什麼在美國原本是世仇的伊斯蘭教跟猶太教 會在左派的社會主義遊行上面促成一個聯盟呢 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 百味啤酒自從跟了Dalen Mulvaney這個變性人合作之後 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導致他們股票下跌 商品沒人購買 他們終於發現他們是錯的了 發布了新的廣告 沒有道歉 認罪悔改的情況 但是你要馬上忘記他們之前做的所有決定 繼續喝他們很難喝的啤酒 OK 美國總統大選就是在明年的共和黨兩個大候選人 現在正式開始交戰了 而且這次是Ron DeSantis主動開戰的 也擺明了他這次競選的策略 今天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他現在對於川普的攻擊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由你這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新聞的時候不是只是看自己爽的 更是要真的付出行動 付出努力來維護我們的家園 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 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們就不會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蝕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付出 而且要合一的抵抗 請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個星期 迷尼阿波利斯這個城市市議會頒布了一個法案 允許整個城市不管是幾點都可以播放伊斯蘭教的禱告 一天五次跟穆斯林的國家一樣 這個在伊斯蘭教教叫做拜公的儀式 整個城市都可以播放 而且是廣播 那我在這裡說的廣播不是在說NPR或是PBS 那種廣播節目或什麼AM1300 FM102.7之類的 這個法案是全數通過的百分之一百 允許Noise Ordnance 就是說在清真寺上面放一個大喇叭 大聲公大聲的全程播放穆斯林的可蘭經的歌曲 從凌晨三點開始一直到晚上11點 意思就是從現在開始 明尼阿波利斯就是正式的成為一個穆斯林的城市 很奇怪就是這個城市一直來的人口比例都是 白的跟雪一樣的白雪公主一群人 然後宗教信仰的比例一直都是以 基督新教占絕大多數 我甚至不確定明尼阿波利斯這個城市 在十年前有沒有聽過伊斯蘭這個宗教 但是現在透過了大量的移民還有人口遷移 現在的明尼阿波利斯看起來非常不一樣 我也不是在說這邊絕對是一件壞事 因為伊斯蘭教有各式各樣的缺點 然後莫涵莫德好白之類的 而且他又是個戀童癖 但是他們的思想還有他們的世界觀 是比我們加州的這個左派好非常非常多的 至少他們分得清楚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 至少伊斯蘭教的教徒對於神是有一定的認知的 這些都是左派不承認的或是無法接受的 那尼阿波利斯整個城市的改變其實不一定是個壞事 因為這代表了對於我們所有人的一個政治的警告 或者是提醒我們是人 我們被造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來敬拜 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一定會敬拜什麼 我們的文化一定會有個定義 文化信仰社會不可能有灰色地帶 也不可能會有什麼權力的真空 我們在乎的價值觀 我們生活當中的儀式 我們講出來的語言 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的 一定會建立在一個價值觀上面 那這個價值觀是什麼 我們可能有一個基督教的價值觀 要不然就可能有一個左派的價值觀 或有一個伊斯蘭教的價值觀 佛教道教的價值觀 我們唯一不可能做到的就是沒有任何的價值觀 我們不可能模擬兩可 認為這一切都只是世界上的事 我們只要祷告就好 希望今天這個新聞可以讓更多的基督徒起來 讓更多的教會不要再駝鳥心態了 而且出來認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驕傲奇在我們的政府 跟各國的大使館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孩子在學校裡面被洗腦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們現在可以在我們的城市裡面 聽到大聲公 一天五次從凌晨三點一直到晚上十一點 播放伊斯蘭的拜公 我們是人 我們不敬拜神的話 我們就是會朝著金牛毒 尼布甲尼撒的雕像下跪 我們基督徒不在乎政治 就是在自欺欺人 說只要禱告就好 我們的價值觀就是會被扭曲的 被改變的 我們的敵人非常的清楚 現在迷尼阿波利斯就是個穆斯林的城市 他們在城市裡面可以隨便聽伊斯蘭教的禱告 敬拜他們的神 那我們基督教呢 對不對 那就來到我們寶貴的加州 我們加州Santa Clara County的最高法院 剛剛出來一個判決 要求位於Sant Jose的Cavary Chapel 加略山教會要支付120萬的罰款 為什麼呢 因為這天教會在COVID-19的疫情當中 繼續聚會 根據這個法官的說法是 這個法官是Santa Clara County的 Yvette Pennypacker OK這個名字真是特別守財奴 Penny都要收起來的概念 原因是因為Cavary Chapel St. Jose呼籲政府 要求教會關閉 觸犯了憲法第一修正案 所以拒絕關閉教會 那這很明顯就是在攻擊教會 各位如果還記得兩年前的事情的話 OK教會要關閉 一個人都不可以有 但是賣大麻的商店要打開 我記得的規定是你不可以去你家的 感恩節的晚餐 聖誕節也必須待在家裡 但是BLM在外面暴動打砸搶是可以的 某層面上這還是在幫助疫情 他們在大街上面打砸搶 破壞別人的商店搶了一堆Nike的鞋子 甚至殺人這些都是好的 只要是BLM的暴動就不會有病毒 而且還可以幫大家更了解 疫情還有戴口罩的重要性 最主要是這些人在疫情的情況下 還出來為人權發聲啊 這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到前線上面啊 所以少了幾袖Nike鞋又怎樣呢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的奶奶病危 然後要死了 或是你私下跟家人見面 這個樣子就在散播病毒 全部的人都會因為你的自私而病死 你就是個殺人兇手 我知道 因為我的外婆就是在那個時候做手術的 我不能去看她 手術結束之後 因為我沒有打疫苗 所以我不能進到醫院裡面 我的二女兒出生的時候 我要進入產房的時候 還要簽竊結書 這一切我記得非常清楚 他們的目的不是我 而是我的神 他們的目的是基督教 透過這個 明尼阿波利斯的新聞 我想要特別強調的就是 左派只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左派裡面包含了各個自相矛盾的思想 運動還有族群 這些所有自相矛盾的東西距離起來 說穿了他們只有一個敵人 就是基督教本身 我不是在講 只有在講這個2023年的左派 左派右派這個詞是左派發明的 一直要追溯到法國大革命那個時候 那時候說什麼人都吃不飽 Marie and Thornet說什麼為什麼不給他們吃蛋糕之類的 但是他們這群人的目標其實就是要攻擊教會 我在這裡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證明這一切 同性戀跟變性人是完全不同的思考邏輯 同性戀是說他們是男人或是女人 但是他們沒辦法改變他們自己的身體 他們的思想還有他們的性欲 所以說他們就是天生的被同性的人吸引 但是變性人的邏輯是這個樣子的 世界上沒有男人沒有女人 自己想當什麼性別就可以當什麼性別 只要改變了自己的性別 就可以強迫任何人一定要愛自己 這個是最簡單明顯的思想衝突 但是他們卻可以合作成為LGBT的一群人 然後揮舞著他們六色彩虹旗 然後左派也同時高舉伊斯蘭教 認為伊斯蘭教是個有美德和平的宗教 就算他們有恐怖分子長期壓迫女人 那女人是一個男人家的奴隸 但是左派的女權人士卻100%的支持伊斯蘭教 說這是宗教自由他們的文化 伊斯蘭教的月亮旗跟LGBT的這個驕傲旗 沒有任何的關聯 甚至是彼此衝突的 伊斯蘭的這個教他們是會直接殺死同性戀人 跟變性人的 但是他們有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摧毀禁度教 所以左派就包容了兩面旗幟 這個就是現實 而且他們要攻擊的就是神 不只是這個樣子 他們還同時包容了猶太教 猶太教徒跟伊斯蘭教徒的人吵得不可開揪 但是只有在美國你可以看到 伊斯蘭教的這個月亮星旗跟猶太教的大衛之星 外加上LGBT的驕傲旗在一個人權遊行上面 只是為了要可以繼續殘殺嬰兒而已 保守派的人不斷指出這些可笑矛盾又不合理的東西 事實就是這些人他們都不在乎 過去這250年左派一點都不在乎 不要覺得他們是在針對民主的攻擊 針對我們 針對資本主義 針對自由市場 針對美國 他們唯一針對的就是基督教本身跟聖經 所以我們要準備好我們自己 特別是如果你住在加州的話 總有一天會輪到你 會輪到你的教會要付100多萬的罰款 會輪到AI news變成假新聞 然後要封鎖 然後外面賣大麻的大牌長龍 脫衣舞廳繼續開 夜店繼續開 月子中心被縱火 然後政府立法要保護墮胎中心 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 而且會完全不合邏輯 因為真正的理由 邏輯就是只要能攻擊基督教 就什麼都可以做 好講了這麼沉重的話題之後 我們就來討論一個比較輕鬆的吧 OK 啤酒 But wiser 怎麼能更沉重 好像還有點嘔吐噁心的味道 OK 百味啤酒現在還在這個 damage control的狀態 因為他們請了全美國最噁心的男人 變性人當了代表 這整件事情 我們沒有全部報導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切只能說明 一切很蠢而已 一開始他們出來說 我們支持多元 我們支持變性人 這個就是想要我們 我們想要達到的 OK 就想要人可以達到更平等 更多元 結果呢就是後來又被流出來說 酿酒廠的高層 其實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OK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廣告是從哪裡來的 一切都不是這間公司做的決定 全部都是下面這些員工在做的決定 不用擔心 Budweiser是一間愛國的公司 尊重男子氣概的公司 我們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的 之後他們又出來說 不是的 其實公司的高層某程度上面是瞭解的 他們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喝他們的啤酒 然後Anne Hauser Bosch這間這個釀酒廠的CEO 又出來發了個聲明 也沒有道歉 只是在說 我們支持努力工作的美國人啊 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目的啊 就只是想要更多的人喝我們的啤酒而已嘛 那現在他們出了一個新的廣告 師徒要挽回這一切 Brewed for those who found opportunity in challenge And hope in tomorrow Raised by generations Willing to sip Share Risk Remember This is a story Bigger than beer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spirit 大海 田野 高樓 美國的中心 承諾 男人跟男人之間的契約 愛國 美國國旗 林肯紀念碑 兩個男人靠著木柵欄 看著屬於自己的地 橫跨兩個城市的跨海吊橋 記得 你就是一匹強壯威武的寶馬 這不只是一個啤酒 這是美國夢 This Buds for you 這個是他很久以前的商業口號了 OK 沒有在這邊這麼 Hey girl 我也可以當女人 只要我把我的滴滴切掉了之後 我們都可以是女人 那樣的時代結束了 現在我們Bud Light OK 重新回到了男人 男子氣概 美國夢 如果我可以跟Budweiser的CEO 講到話的話 OK 歡迎大家把這段寄給他 我會跟他說 閉嘴 不要再搞這種飛機了好嗎 不要再試圖以為一個廣告就可以忘記 讓我們忘記兩個禮拜前發生的事好嗎 不要再一直提醒你們是多麼的變態 這個是你們自己的選擇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你不可能讓每一個人都開心 現在你的啤酒品牌 就是一堆怪力怪氣的變態喝的東西 不要在那邊跟我們說什麼 愛國主義 林肯紀念碑 不要再把美國人當白癡了好嗎 不只是我這樣說 就連左派也是這樣說 以下是全美國最噁心的節目 The View 說Bud Light你在幹嘛 為什麼你現在突然要愛美國了 你就是要跟我們站在一起啊 你左右搖擺的話 你就會失去所有的客戶 因為她們是一個人都可以 對她們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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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她們說得多於 對她們的PR 給她們的FUDWISER 但不要再打給它們 因為她們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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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們的 因為她們的Clydesdale Horses 那是正確 那是正確 然後一旦 他們有這次的 像 你 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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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 這次的 他們在這次的 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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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鸡皮放在你上拿到封面上 那是你的鸡皮放在中心的有一点 所以他们把鸡皮放在吗 那么多多的鸡皮放 老实上 这些鸡皮放在中心上 看他体现到了 不是这样的一个鸡皮放在中心上 看着这个鸡皮放在那些鸡皮放在中心上 你也知道那个 不过队友来吧 不过是那些鸡皮放在里面上 我们都对白发 恩 myself 我们都对了 我们都对这些鸡皮放在中心上 我们有一个鸡皮放在一起 對,不要讓那些保守派的人讓你感到恐懼 要讓左派讓你感到恐懼 因為說真的,我完全同意 他們才是真正會打砸牆 會殺人,會毀掉你的公司那群人 而且保守派的人 沒有人喜歡喝你的啤酒 你的啤酒很難喝 從現在開始,請你加入他們 成為一個真正的變性人左派啤酒 我們千萬不可以跟以下這個人一樣 這個人叫做Donald Trump Jr,川普的大兒子 修羅斯的學校是某些人的 是共同、國家族信用的 興趣之外,反而兩張項目的 保守派的人 然後再考慮的話,他現在去 60% to Republicans and 40% to Democrats Yeah This is so sad 这个公司 只因为他们给了你钱 你就要我们顺服 只因为他给了你们共和党钱 我们就应该继续喝他们 很难喝的变性人啤酒 我很支持你爸 还好你爸没有跟你一样软弱 会跟钱低头 还好你爸是靠他自己赚钱的 而不是像你靠着你爸赚钱的 我本来很喜欢Donald Trump Jr.的 他上节目维护他爸 被起诉被逮捕各式各样的 结果你现在竟然叫保守派的人低头 只因为这间公司给了你们钱 我们不能侍奉两个组 马门绝对不是我们应该低头的东西 我来告诉各位 接受变性人的企业代表了什么 代表他们贬低女人 他们认为女人不应该要有特权 女人不应该有自己的厕所跟更衣室 或者专属女人的体育项目 博爱座上面的老弱妇孺 那些应该都取消 男人可以做得比你们女人更好 男人比你们女人好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 USA Today会把年度最佳女人 帮给一个大男人 Anheuser-Busch这间公司 才刚请你一个左派的变态 大男人当你们的品牌代言人 现在你想要翻盘 然后你也不道歉 现在你还要在那边跟我们 Buddy-Buddy在那边说 This bud is for you 闭嘴 你是个真男人 你真的尊重男人 尊重女人的话 你就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你不可能两边都讨好 不要装好人 犯错了就是犯错了 该道歉就该道歉 目前这还是个自由的国家 你自由选择之后 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错误的决定就是要道歉 不然就闭嘴 让时间冲淡这一切东西 这间公司一直在那边左右摇摆 只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更极心 事实上就是我们整个文化 都已经变得很极心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关于变性人的辩论会吵得这么火热 因为左派正在无所不用其极的 推行他们的议程 男人可以当女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女人的 女人只是一个万圣洁的角色扮演 谁都可以当女人 然后保守派的人在那边 试图当好人 很多保守派在那边左右摇摆不定 两边都想讨好 在那边说 没有啊 我也不是想教别人怎么过生活啊 对不对 我只是建议 七岁之前 不要变性小孩而已 不是的 你是要说服别人的 你是要把正确的价值观 带到社会 带到教会 带到政府的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不然就是把正确的价值观 放在这个议题上 不然你就是会把左派 错误 扭曲 恶心的价值观放在这些议题上 其他说就是 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有固定的价值观 我们要不然就是完全接受事实 要不然就是完全忽略事实 不可能 每个星期 一三五 女人可以有自己的厕所 二四六 男人可以进女人的厕所 或者是 或许有些男人可以去女人厕所 如果他就是 对不对 很漂亮的男人 你乍看之下 看不出来 他是男人的男人 你懂吗 就是那种有花足够多的钱 做了够多变性手术 然后那个身形 you know 但是如果他什么猴杰太突出 然后化妆化得不够 那他就不可以去女厕所 最终一定只有一个文化 跟文化价值观 在治理这地 我们有厕所 每一个人都需要厕所 现在的问题就是 女人应不应该有 女人专属的厕所 说真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议题而已 就这么简单的讨论而已 我们的社会 最终一定只有一个定义 只是我们能不能掌控这个定义 我们能不能用事实来定义 还是我们要用虚假来定义 我们的社会 简单的说 我会想要再一个 如果我 长得这么漂亮的男生 每天天天看我们节目的人 都还问我说 你到底是个男生还是女生的人 如果我跑去公共厕所 女厕的话 我就会被抓起来的社会 与其因为很多人乍看之下 Ethan看不太出来 好像就是一个 长得不太好看的女生 然后好像也没什么猴结 所以他可以去女厕的社会 这样子的社会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社会 这个世界最终会有赢家跟输家 就跟每次总统大选一样 只会有一个人当总统 保守派这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川普 一个是佛州的Ron DeSantis 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两个人 我都还蛮喜欢的 两个人 谁赢得初选 我应该都会投票给他 但是经过川普 被纽约起诉之后 Ron DeSantis的反应 在我的观点里面 He lost my vote 我不觉得他有能力 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很多人说 因为他有很多建制派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 如果川普要赢的话 要抽干沼泽的话 他的确是需要这些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 再说了 Ron DeSantis不是还没有宣布他要参选吗 No 他基本上参选是参定的 以下是他的Super PAC 发布的对川普的攻击广告 Donald Trump is being attacked by a Democrat prosecutor in New York So why is he spending millions attacking the Republican governor of Florida Trump's stealing pages from the Biden-Pelosi playbook repeating lies about Social Security Here's the truth from Governor Ron DeSantis We're not going to mess with Social Security as Republicans What did Trump say? Entitlements ever be on your plate At some point they will b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that Trump should fight Democrats not lie about Governor DeSantis What happened to Donald Trump? Okay,川普请你选 雅利桑娜的Carrie Lake 当副总统 Okay,这个女的聪明 有策略 有行动 正直 而且不放弃 川普都回去打高尔呼球了 Carrie Lake还能继续打官司 然后Ron DeSantis 那... 我不会介入 Yeah,对不对 Sorry 你不介入公益 你让一个佛州的公民 遭起诉 不公平的起诉 然后你说你不会介入 然后你让民主党使用司法 来攻击政敌 然后你说你不会介入 那请问你什么时候要介入 不过这不是我今天想讨论的 OK 而是Ron DeSantis现在的策略 那这边再说的一次就是 这个广告不是从Ron DeSantis 这个竞选总部发出来的 这是一个跟Ron DeSantis 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组织 独立发行的 OK 去创造出来的广告 Come on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的选举法 但是有人会信吗 你这不是在说 Budlite爱美国一样蠢吗 Ron DeSantis这支广告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就是 我们很喜欢川普 他曾经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但是他怎么了 那个原本这个2016的川普 跑去哪里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就是新的川普 这边可以注意到 是他们在强调的 就是Entitlement 特权这个东西 或是这个国家福利 这个不是在讲 川普改变了整个共和党 对于社会福利的这个政策改革 说我们不会改变社会福利 从大概2004开始 2008 2012 共和党几乎都在强调 要删减美国的福利政策 说像说Social Security 这样的东西 国家安全基金 因为这是造成 美国国在很严重的开支 一直以来共和党 都是在反对社会福利的 然后川普进来说 我们不会改变社会福利 川普进来说 或许对于这些共和党 这些专业分析人士 认为这是可行的 但是美国中部这些地方 并没有觉得这是社会主义 并没有觉得这些 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 所以说我们不会删减 Social Security的经费 也不会碰这些现有的福利政策 所以在这边 Ron Sanders强调的不是 我们一定要改革社会福利 然后川普什么都不做 而是川普在这边做的 比川普还要川普 发了广告在这边说 我们绝对不会碰这些社会福利 但是你要小心川普 川普之前说 可能会删减这些社会福利 这只证明了一件事 这就是一个川普的个人赛跑 两边其实都是在选川普 川普定义了现在所有的议题 川普的定义现在的共和党的存在 所以现在我们的选择其实就是 川普在这边跟选民证明说 我就是我 我没有变 跟2016 2020年的选举一样强悍 或是The sentence在这边说 川普怎么了 2016不管川普怎么样 现在川普已经失去原本他那个价值了 OK 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 他把整个国家卖给了福奇博士 他累了 他失去了目标 他只在乎自己 他只在乎助仇 然后我就是一个比川普更好的川普 OK 川普2.0 那我认为这个政策的问题就是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 如果人要想要什么东西的话 他们通常都是要最原始的 原版正版的 OK 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这个 Moderate Republican 温和派的共和党人 没有任何的用处 因为温和派的共和党人 基本上就只是一堆 比较没有那么激进 没有那么暴力的民主党人而已 像什么 布希啊 Mid Romney啊 Liz Cheney啊 那支持左派的人 支持共产主义的人 他们就是会投给民主党就好啦 为什么要投给一个假的民主党呢 对不对 现在的共和党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想要什么 折中的选择 川普带出来就是这个气氛 定义现在的共和党的人 跟脚步 就是川普 那某层面来说 Run Desense的方针 或许很有说服力 或许他真的就是一个 比较没有那么争议性 比较谨慎 比较稳定的川普 他的确不是一个容易被推来推去 然后容易妥协的人 你看他跟迪士尼开战就知道了 还有在佛州立了这么多 帮助家庭保护海中的法律 他的确是个保守派 在共和党里面的确是一个很稳定 而且很保守的一个人 而且绝对是一个比较没有争议性的人 但是这个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吗 这个是现在共和党需要的吗 这是保守派需要的吗 这是美国需要的吗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能做得比川普好吗 这个就是接下来初选选战 大家要出来讨论思考在乎的 总之我今天想要传达的重点就是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 每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的东西就是 我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 我到底是不是在跟随耶稣 我是选择安逸苟浅偷生 还是我选择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我是选择不要去讨论政治 然后当一个失去言跟光的基督徒 还是我是一个选择站出来 就算被迫害 就算被排挤 就算被威胁 也要出来说出事实 拯救灵魂 翻转时代 抢救教会的基督徒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川普跟Ron DeSantis互相攻击 与其把火力集中在攻击左派上面 两边跟选民证明说谁可以当最好的保守派总统 谁可以以最efficient的方式抽干沼泽 谁最有能力让美国再度伟大 他们两个互相攻击只会互接苍巴 到最后保守派的人失去信仰 失去斗志 就连我们的城市都开始播放着 伊斯兰教的拜访了 凌晨三点到晚上十一点 因为我们的执政者咬定一件事 就是我们跟Herbal Weiser那些人一样 记忆力只有两个礼拜 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不断的原谅错误 不断的允许罪恶 不断的妥协 不断的失去言味 最后我们的信仰就是会崩溃 导致一整个城市都沦陷 这个不是先机预言 这个不是Ethan一个在这边 跟大家警告说什么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什么什么什么 今天讲的三个新闻 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教会们 你们准备好要接受你们 每天凌晨三点起来 跪在那个地方 跟那个Mekka 麦加拜公吗 你准备好从现在开始 耶和华要变成阿拉了吗 你准备好你的圣经 把你的圣经烧了 然后开始读可兰经吗 如果你跟我一样 把生命交给耶稣的话 那就拜托你 带着你的家庭 你的教会 一起来注意现在发生的事情 不要再用罗马书十三章 来掩饰你的软弱 无能无知 不要再用我们有教五类 再在教会里面避免纷争 不要讲同婚 不要讲学校的性教育 不要讲父母 不在乎孩子 不要在乎社会 不要在乎世界 不要在乎政治 不要在乎政府 我们只要 不要在乎我们的家庭正在流失 只要顺服掌权者就好 因为敌人的目标很明确 而且我们不可能模拟两可的 侍奉两个族 你们不是侍奉耶和华的话 那很抱歉 你们就是在侍奉撒旦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